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东西是被人制造出来的 人制造出来的东西都有用 那神制造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没用呢 对不对 你今天看到你面前有一个水杯 你如果拿这个水杯去喝水 它就非常好用 但是如果你拿这个水杯去当枕头 它就不好用 你拿这个水杯去擦屁股 就不好用 你拿这个水杯去当锅 当筷子 那就根本没法用 它就是个废物 但是当你把它当水杯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非常好 所以说你就是一个水杯 你之所以今天感觉到自己没有用 是因为你非要拿你这个水杯当筷子 它怎么能好用呢 你非要拿它当被子 它怎么能好用呢 拿它就当水杯 拿它就当水杯 就是帮助这个水杯 找到它自己的轨道 我们是从道中来 对吧 道就是那个全能的存在 你可以把它称为老天爷 把它称为神 把它称为上帝 我们是被道造出来的 人造出来的一个破东西都有用 你告诉我 道造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没用呢 老天爷造刘祥 就是让人来跨栏的 老天爷造这个科比 就是让人打球的 老天爷造迈克杰克勋 就是来唱歌的 对吧 老天爷造周星驰 就是让人来拍电影的 老天爷造周文强 就是让人来演讲 换应你们的 我们如果不去做我们的本来面目 本来属性的事 我们也会像你们一样普通 周杰伦如果不去唱歌 姚明如果不去打球 周文强如果不去演讲 马云如果不去做互联网 我告诉你 跟你一样普通 甚至比你更普通 这就是周老师的哲学 人人皆可成功 你之所以不成功 只是因为你没有 找到自己的轨道 那如何找到自己的轨道呢 我在第一次给你们 做直播密讯的时候 我们所有训练员的家人 你们一定要把周老师 第一次给你们 做的直播密讯 反复的听两道三遍 因为那场直播 就是在讲三个字 找轨道 就是在教你如何用天启 来找到轨道 再说一遍 什么是天赋 天赋就是 你带着红尘使命来的 老天爷为了帮助你 完成这个红尘使命 必须要给你配相关的技能 就像周杰伦一样 他的使命就是 要用他的音乐 来去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老天爷要赐予 他的一个天赋 那就是他的音乐才华 对不对 那周文强老师的使命 就是要唤醒更多人 让更多的人 活出原本居住 所以老天爷要赐我天赋 对不对 那就是智慧 那就是演说的功力 这就是我的天赋 那这是天赋 那什么是天赋 因为一个人 是不可能干成事的 对不对 那刘邦的使命 是要拯救 长城建立大汉王朝 那他就必须除了 要给他天赋 那就是他对 这个帝王的权某 非常厉害 他的使命感非常强 这是他的天赋 他凝聚人心的能力非常强 这是他的天赋 领导才能非常强 天赋是什么 他的萧和 他的张量 他的韩信 就是天赋 来帮助他完成使命的 而他如何找到 他的这些所谓的 帮助他完成使命的 张量 萧和 韩信呢 他如何找到 自己的轨道呢 他的轨道就是要去 开创一个新的地业呢 那就是要用天赋 天赋的赋 就是启示的赋 我们第一场直播 非常详细的 教大家如何 来去拥用天赋的力量 来找到自己的轨道 来找到自己的韩信 来找到自己的张量 来找到自己的萧和 来找到自己的方文山 来找到自己的吴宗宪 来找到自己的刘根红 对吧 每次周杰伦放尘的时候 都会在线上喊 根红 根红上 根红 非常好的好兄弟 好朋友 也是他的人生贵人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那具体如何 天赋呢 叫做细心观察生活 用第三视角 用上帝视角活着 带着觉知的活着 才叫活着 不时如山真面目 只言身在此山中 你之所以看不到天赋 听不到你告我的声音 就是因为 你沉浸在生活当中了 你要跳出来 你要建立上帝视角 给大家举个案例 我非常详细的 在直播里面描述了 我是如何天起的 对不对 周老师是个普通人 河南新乡辉县 农村出生 没出生之前 家里挺有钱 出生的时候 家里就家道中落 在我15岁的时候 父亲就破产了 我只能够去 当一个普通的修车工 对吧 那个时候我认为 全世界只有两条路 好好上学 找份好工作 这条路堵死了 咱家里没钱 公团堵住 只能走第二条路 学门手艺 找份好工作 学过补轮胎 学过电气汉 学过厨师 然后也学过 开车床 拒床 磨床 洗床 一事无成 都没学会 到最后我妈说 只有第三条路 可以走去工地打工 我一进工地 就干了两年 当过钢筋工 架过高压线 修过桥 盖过房子 就是我人生非常痛苦 当我非常痛苦的时候 我遇到天气了 我在想 我以前在没有工地 干的时候 我是孩子王 我从小都当班长 我从小就带着一帮 孩子玩 我挺有自信的 结果我一到工地 我没自信了 为啥呢 因为我发现 没有人跟我玩 他们年龄都比我大 我只有十几岁 他们都已经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了 没人搭理我 我那一刻 无比的失落 我觉得啥也不是 我觉得自己 无限的自卑 你知道吗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广告 那天鬼使神采 我从来不跟那些 扣脚大叔 在一起看电视 结果就那天 我就吃完饭以后 回到宿舍 就陪那些扣脚大叔 开始看电视了 结果河南的都市频道 就播放了一个公益广告 是个公益广告 你知道吗 不是个电视节目 就是一个广告 大概内容就是 每一个人人生 都应该是舞台里的主角 你之所以觉得 这个角色唱的不好 是因为你唱错角色了 你本来是个 唱刀马蛋的 你非得唱一个小声 你就会很痛苦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你知道那一刻 我看到那个广告以后 短短的不到两分钟 我浑身像出电了一样 你知道那一刻 我内心当中 就有一个声音出来了 说周吉祥 你之所以觉得自己无能 是因为这个地方 根本都不是你的舞台 你不属于这里 你不应该在工地干一辈子 我在没看那个广告之前 我是想在工地干一辈子的 你知道吗 好好干 一天17块钱 干得再好了以后 上高压线 当一个师傅 一天可以赚35块钱 再干得好一点 一天可以45块钱 再干得好一点 可以当个包工头 我当时就那么想的 你知道吗 但是看完那个广告以后 就做了个决定 我一定要学习 我一定要靠脖子以上赚钱 我再也不要在这干了 我一定要去想办 我要去学习 我当时就蒙下了这个种子 就因为蒙下了这个种子 我过年回到家 我那年赚了4300块钱 我就在我们家的集会上 就在我们家门口 看到一帮穿西服打领带的人 在发传单 上面写着 河南省方圆电脑学校 知识改变命运 学习改变人生 当我看到以后 我就震撼了 我就问他们学费多少钱 他说刚好就是4300 我那一刻我就发现 学习电脑很热门啊 当时 我说这不就是老天爷在帮助我吗 我回家跟我妈讲 我妈不同意 第一天刚把钱给我妈 第二天就把钱投出来交学费去了 你知道吗 就因为我上了方圆电脑学校 我才不用去工地上班 我在方圆电脑学校 认识了一个姐姐 然后这个姐姐介绍我去洛阳工作 我在洛阳世纪电脑城 卖MP3的时候 给客户下载歌曲 看到了一本电子书 就是穷麻夫爸爸 那一刻 我的命运改变了 我生起了梦想 我要财富自由 我要创业成为企业家 我要投资成为投资家 我要成为亿万富 就那一刻我的命运真的改写了 第一次是看到广告 对吧 做了个决定要离开工地 要去学习 然后第二次天起 就是刚好碰到方圆电脑学校 学费4300 我去学电脑 我觉得这是第二次天起 第三次天起 就是我在洛阳 然后看到了穷麻夫爸那本书 我觉得这是第三次天起 后来因为我在洛阳干得好 郑州的老板 就把我挖到了郑州 到了郑州以后 我见到了一个千万富翁 是一个来自深圳的广东人 我就在九州上采访他 你是为什么成功的 怎么成为千万富翁呢 他说我小学都没有毕业 我说小学没有毕业怎么成功呢 他说因为我在北大清华 上了两年学 我说北大清华怎么能考得上呢 不需要啊 冒充北大学生进去蹭课就行了 他告诉我怎么去北大 怎么去蹭课 我就埋下一个种子 我一定要去北大蹭课 后来我就去到了深圳 来深圳干了两个月认识了杨老师 然后认识杨老师以后 我就去了北京 去北京就是为了学习 上罗伯特星一的课 然后就是去北大蹭课 我们在北大蹭了将近半年的课程 而在北大见到了理想 80后的第一个亿万幅 见到他那一刻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也一定是亿万幅 见到了商界杂志的老总 给我发了一本商界杂志 我以前根本不懂 什么是IPO 什么是中资 什么是上市 什么是品牌 什么是VC 什么是PE 什么是股权 然后什么是机制 什么是制度 什么是实名愿意价值观 什么是KPA技巧考核 什么是实名愿意价值观考核 我根本都不知道 都是通过这本杂志认识的 我也不认识马云石一组 哥泰民王勇青 李嘉诚 黄光玉 小布子边 盖斯马斯克 也都是通过这本书认识的 过了多年以后 就因为商界杂志 我天天看天天看 连续看了五年 我看到里面讲了一个 2008年金融危机 然后呢 有一个新的职业产生了 就是企业的心理咨询师 专门帮助企业 安抚员工心领的 然后还有一部电影 专门讲这个故事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 在云端 我看到在云端 那个电影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主人公 天天坐着飞机上下班 去这个城市 去那个城市 然后变成了 这个超级VIP卡 对吧 我就想象了有一天 如果我能够这样上班 该多好 结果不到几年就实现了 不到几年以后 我做了教育培训 就是全球出差 然后就变成了 所有航空公司的超级VIP 后来我就因为看了这个 我就想做心理咨询 我去了心理咨询公司上班 然后我看到了张德芬的 《遇见未知的自己》 这部书里面 他讲到了秘密这个电影 我又看到了秘密 学了宇宙心理法则 学了宇宙心理法则以后 才正式上刀 开始赚第一个一百万 第一个一千万 第一个一个亿 然后做房地产赚到钱以后 每天都在跟大家分享心理法则 在跟大家分享财商 然后我的一个同事 姓王家王振 听完我分享以后 买了这几本书 看完以后觉得 周文强这个太好了 但是在中国 没有人讲这个课 我觉得你应该讲 那一刻 我正式进入轨道 进入教育培训行业 这是明显 我把我的人生的 整个找轨道的整个过程 告诉你们 这是明显 但是其实还有暗显 为什么会出现 那个电视广告 为什么河南省方圆 电脑学校的人 会出现在我家的家门口 为什么我去到学校以后 我会认识那个小女孩 我会去到洛阳 我会看到穷巴夫爸爸 我会去到郑州 认识那个李老板 那个李老板 跟我讲了北大 我会去到北大乘客 我会见到理想 见到商界杂志老总 我会看到那个电影在云端 我会去到心理咨询公司上班 我会看到张德芬 那本预言为止的自己 我会看那本书的时候 看到他讲的秘密 那个电影 我会去网上查到秘密的电影 学会了宇宙心理法则 然后用宇宙心理法则 赚到第一桶金以后 当我在给别人 分享我的成功经验的时候 然后别人会说那一句 终于想你应该做培训 为什么这些天气 会出现在我生命当中呢 这是明线 明线的背后是一条暗线 当你找到了这条暗线 你才能够让这条明线 跃然至上 所以当大家在听我分享的时候 不是听完我的音频就结束了 而是自己好好思考思考 为什么天气会出现在 周老师生命当中呢 有没有可能我生命当中 也出现了天气 但是我没有把握住 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 我生命当中出现了 这种所谓的巧合呢 所谓的天气呢 我们下一讲 给大家抛这条暗线 我是钟强老师 希望能够唤醒你 打开你人生的天气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